由這個示威的活動開始到現在 都已經整個多兩月了 由初初和平示威 或者後來一直會有不知為何 到後來當然會有一些暴力 我覺得這件事的時間已經很長 大家都會覺得開始覺得已經是 每個行各業都受到影響 尤其前幾天在機場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嚴重的事件 機場每一天羅來往往有差不多20萬人 很多人都是去旅遊、探親 或者要趕著去看醫生 就是他自己的行程 如果因為你們這麼大型的一個示威活動 而變得影響了太多人 而且最後又是有這麼多暴力 侵了很多其他事件 我覺得真的應該是時候要停止 我覺得年輕人的聲音 全香港全世界都聽到 但我覺得你們都要靜一靜思考一下 就是你應該是否繼續這樣做 是否對大家好 或者你想爭取的時候 是否應該要想想再思考 或者要換一個方式 大家多點聊天 去再想想怎樣去解決問題 我覺得他有很多和平的 現在其實很多他們去的地方 你都看到 每個區 可能有很多大街小巷 他們都去到 政府容許的地方 你可以去 因為你的自由 你都要顧及別人的自由 香港是靠不同年齡 不同年代的人建立的 我都付出很多 我在香港區住了幾十年 每個人都有 有他的自由去表達 但你表達你的自由時 也要顧及別人應該享有的自由 因為我覺得我們都覺得有這個需要 因為我們都是屬於文化界 其實各行各業都有他自己的聲音 我覺得表達是一個很自然的事 但你會不會覺得年輕人 其實表達聲音都是一種 我覺得他們會明白 他們每個都讀書人 有學識 有見解 你們應該懂得怎樣去 適當地去做 自由 自由